哇塞 第一次通關 居然完全沒有使用到這招服儲集器的功能 這個防護罩真的不是普通的好用而已 大家如果有學到 一定要記得趕快拿來使用 看到這個畫面 各位該不會又是以為就座椅子 NONONO 這是一款來自超任奇奇怪界 迷之黑斗篷續篇的全新作品 這次的開發團隊為了保留當年16位元的像素風格 才特地的把這個畫面用這種方式來呈現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蘇羅卡 今天要來分享的就是剛通關的射擊遊戲奇奇怪界 黑斗篷之謎 這次登場的平台有PS跟Switch的平台 那我玩的是Switch的版本 以這種畫面的風格說實在的 兩個平台玩起來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它總共有分成故事模式 自由模式 玩到game over的話 分數也會記錄上傳到網路上 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數在線上的排行 目前以我這樣通關一次是拿到400多名的名次 感覺上要往前幾應該是會蠻吃力的 畢竟這個遊戲還算是小有難度喔 所以真的要挑戰那種一到通關或者是更高分的話 真的是需要稍微練一下 或者熟悉一下裡面的怪物 故事模式是接續操任版的故事 當年的黑斗篷在現在依然存在 我們操作的角色就是要再次的踏上解開黑斗篷之謎的旅程 它總共會有八大關卡 以故事模式來進行 玩家是不能夠選擇角色 每一關會搭配劇情內容 使用對應的角色上陣殺敵 玩家可以操作角色 前進的方向 還有射擊的武器跟近身的武器可以使用 包含閃避 大招等等 連LR跟ZRZ都不需要用到 要上手速度真的可以蠻快的 也很像早期在玩的遊戲啦 操作就是非常簡單 不需要太多說明就可以直接摸索上陣 遠距也有武器 在這邊叫做符咒 它還會分成三種不同的屬性可以成長 這塊玩起來會很像另外一款射擊遊戲 雷電 因為雷電有紅色 藍色 紫色三種能力可以成長 這邊也是類似的設定 它會出現藍色 紅色 綠色 三種不同的符咒屬性 對應到不同的角色會有不太一樣的用法 藍色一般就是初始武器的攻擊範圍會被提升 紅色的則是會帶著一點火焰 看起來威力比較高一點 那在升到高一點的等級 打敵人還會有擴散的效果出現 綠色的話 我是對魔奴化 就是那隻狸貓的印象比較深刻一點 它的綠色會射出一個類似飛鏢的東西 打到牆還會亂彈一通 整個畫面滿滿的都是 看起來跟打起來都還滿舒服的 只不過這三種顏色的加成 如果亂吃威力就比較難只現增上去 要米花尊好自己喜歡的顏色 不斷增強下去會比較好一點 那大招也跟雷電相似 會有數量限制 放完除非再吃到加大招的數量道具 不然就算角色掛了重生一命 也不會把大招填滿 再用起來會感覺比雷電更需要一點點技巧 初期的關卡還會學到新招式 以劍斷的方式去按符咒 就是那個圓層攻擊 會出現類似水晶的道具 那法器的名字我真的是忘了 就簡單形容啦 反正大家聽得懂就好 他可以讓我們的攻擊有一個追蹤的效果 只要我們的符咒是打到這個水晶球身上 他就會往外彈 然後彈到這個瞄準怪物的位置 用這個在後期可以站在不少牆壁的後方 讓敵人打不到我們 但是我們卻可以盡力的去補他幾道 滑行的那個閃避是蠻特別的 因為他有帶跳一下的動作 有一些閃避需要靠這樣子來閃 而且要抓好距離 可是遇到掉落的地方 不小心往水坑啊 或者往洞穴跳 他掉下去是會扣血的 而且不會自動幫我們保護一個放呆機制 敵人的話 大多都長得還蠻可愛的 以日本的妖怪傳說所常見的那些妖怪組成 這些妖怪射出的大部分遠存攻擊啦 都可以用浮槽 就是在近身揮舞攻擊的那招來反彈 彈回去可以讓我們不受到傷害 瞄得準 還可以當成防擊敵人的武器使用 有一些關卡全程用浮槽的方式來過關啊 會比較簡單一點 可以擋住大部分的攻擊 利用反彈就可以解決敵人 而且有一些妖怪是不會受到遠存符咒的影響 這個時候呢 就只能夠近身的使用浮槽 才能夠讓他受到傷害 那這回玩的通關時數大概是在10個小時以內 以早期這類型的遊戲啊 他的內容也算是在水準之上 在操作的時候呢 他有支援到類比搖桿跟十字劍的操作 只是斜下攻擊或斜上攻擊啊 操作起來真的會比較需要一點技巧 很多時候我們要邊閃邊打啊 只能夠以斜角的方式來攻擊敵人喔 他的按鍵對應啦 我兩種都特別試過了 但是操作起來就真的不太習慣 常常會跑回十字的方向 操作起來真的得要稍微習慣一下 因為敵人對我們的攻擊判定喔 我個人是覺得比較爽一點 有一些子彈尾巴的軌跡啊 在這邊設定是會被受到傷害 反而我們在打敵人的時候 攻擊的判定範圍就比較正常 好處呢 是敵人不會被打到有那種瞬間無敵的狀態 所以只要抓到機會啊 就可以一直發動攻擊 讓對方不斷的受傷 就難度上來說 我個人覺得還是有一點的 可是不到非常非常難 第一次通關的難度啊 也只能選擇普通或困難而已 之後拿到一定的金幣量啊 才可以再開啟超級簡單模式 以敵人密度或者是攻擊方式啊 雖然不像一般的射擊遊戲 總是會給一大堆滿滿的彈幕 除了放大招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閃得漂亮的方式 可是啊 這邊的彈幕大多都可以使用浮槽來反彈 慢慢的熟悉敵人的攻擊模式啊 還是很有機會過關 要注意的就是他的浮槽啊 可以說是有點方向性 東西不多的話啊 他的反彈範圍非常的大 但如果前後都有攻擊 需要反彈一下就要稍微操作一下方向 而且操作正確 反彈的攻擊也比較容易正確命中敵人 需要稍微的練習 最棒的就是他的接關方式喔 非常的有人情味 很多關卡幾乎都有中途存檔點可以存 他會自動存起來的 後續有些關卡還會直接存在BOSS關面前 要過關就是直接把命拼就對了 而且可以運用到的傷害啊 除了遠程的符咒 近戰的符除 還有接關一大到當中給的大招次數 還有還有 我們的角色掛掉在重生的那個一瞬間啊 怪物也都會受到傷害 而且這個傷害是全畫面的 也就等於說 假設接關有三條命 扣掉原本我們的技巧所打出來的一些傷害點數以外 大招也可以拿來用 掛掉的傷害呢 也可以拿來利用一下 補個刀 可以說是打王啊 會比打小怪喔 還要稍微的輕鬆一點 後期的生命啊 他也會慢慢成長 所以點數會越來越多 不太用擔心到難度太高這個問題 慢慢打下去是一定會通關的 除非啊 就是想要挑戰個一道通關 這個難度真的會有一點高 雖然過關的場景會出現福神送一些道具 但我覺得真的要一道通關啊 要對場景非常非常的熟 對敵人的攻擊模式 還有生出來的點啊 還有在運用的武器 也要能夠習慣他們所使用的特性 只是有一點比較納悶的啦 就是他的超級簡單喔 居然是初期開啟不了的選項 有一些玩家對於遊戲的看法 應該是都會使用一個比較休閒的方式來過關 看看劇情呢 也可以體驗一些他的樂趣 可是啊他的一開始 我們就只能使用普通以上的難度 逛個幾次就是真的不難遇見的問題 還好他的接關機制啊 真的是稍微的認真往前推一點喔 進度大概都會還在 不然呢 就真的會像惡魔城一樣 讓人萌生一個想要放棄的念頭 雙人遊戲呢 欸 也一樣 初期不能選 所以一定要用單人來玩 收集到一定的金幣數量才會開啟 我在想啦 他的設定喔 可能就是要逼玩家們 先使用他想給我們的難度來挑戰一輪 至少一輪過後 一些比較基本的模式 跟自由選人的方式才會開啟 雙人遊戲可以從五個角色中去選兩個來通關 第一回通關 我是沒有拿到雷 四個角色中的招式跟特色都是有點差異 主角小葉跟狸貓魔奴化感覺比較平衡 近戰跟遠攻呢類似 玩起來變化性稍微少了一點 穿著稍微仙氣一點的這位仙女呢 玩起來會有點像是以前沙羅曼手那款射擊遊戲 因為他本身不會丟符咒攻擊 可是身邊會有兩個圓圓不知道是不是法器的東西 替代他的本體來丟符咒的遠程攻擊 而且這兩個圓圓不知道是不是法器的東西喔 碰到敵人呢 敵人也會受到傷害 那我自己玩的一輪啊 感覺他就是最強的角色了 能攻又能守 選他肯定讚 另外一位像武士的角色呢 就是屬於近戰攻擊的 他沒有符咒攻擊喔 會以刀戳的方式替代 吃到不同的武器升級珠啊 也是多帶點不同的劍器還是刀器的樣子來攻擊而已 可是近身攻擊的範圍會比較大 他的技巧感覺是需要高一點 會比較好玩 兩個人在一起玩啊 雖然分數不會納入線上的排名 但是一起玩一起過關的感覺呢 是還不錯的 他的彈幕在亂 兩個人也有各自的攻擊跟大招 畫面會再更炫再亂一點 所以趣味性啊 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推薦的啊 那遊戲的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他算是定位在一個比較初階的小品遊戲 那以價格上來講啦 他其實也算是小品遊戲的等級喔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性價比來講啦 還是蠻值得去稍微玩它一下 只要是喜歡射擊類的遊戲 或者是對這種日本妖怪傳說有興趣的啊 或者是對於這種16億元的畫面有興趣的啊 其實這款奇奇怪界黑頭謀之名就還蠻適合來入手玩一下 遊戲呢 在體育模式跟平常模式可以直接一到兩個人 不過兩個人呢 是需要有條件才可以開啟的 掌機模式當然就是自己一個人玩 另外它有對應到Pro的手把 遊戲的卡夾呢 這次則是日版的卡夾 我覺得這類型的遊戲呢 其實喔 現在來說是真的比較少見一點 因為現在的玩家大部分就會追求畫質啦 或者是內容劇情的部分 要非常的超值 非常的長 對於這樣子的遊戲來講呢 有時候會變成一種 遊戲節當中的 好像一種輕流的感覺 當然不是說其他遊戲不好 而是說 如果有一些對於懷舊的畫面比較有興趣 或者比較有愛的朋友啊 其實像這種類型的遊戲 出起來就是在服務這樣的玩家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Loka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Bye